Let's go 忍需要寂寞 收心 别收心 一起心变心 欸 有没有觉得音质进步非常多 你看这个音质好到我们都唱起歌来 唱起歌来 因为音质会把我们这个唱歌更加美妙 声音变得更加的亮丽 亮丽 没错 对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去年 那个疫情期间 对 那种远距录音嘛 对 大家对我们的音质颇不满意 疯狂抱怨 疯狂抱怨 那时候就没得留意在骂音质 对啊 你们内容很好 但你们可不可以改善一下音质这样 欸 你又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声音不见 这就是改善了吗 这不就来了吗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是谁来赞助我们 让我们能改善音质吗 谁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就为了要感谢他 是我们这次又再次获得这位甘低的赞助 那我们就来隆重的欢迎他 本期节目由Audio Tecnita 铁三角麦克风赞助播出 感谢铁三角给我们 AT2040Podcast用超新型指向型麦克风 加AT-HM50X专业型监听耳机 AT2040麦克风是超新型指向型 动圈式的设计 它可以大幅的降低环境杂音 像冷气电脑风扇等干扰 它可以抑制侧边跟后方的环境音 非常适合Pockets录音 贵智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超新型指向性 OK这个超新型指向性 它指的是麦克风对于前方的声音 有最佳的收音效果 大家可以想象麦克风前方 你画了一个爱心 爱心范围内的声音才会被收到 其他范围内的声音只会被削弱 所以这个时候附近的环境音 因为不在爱心里面 它就不会被收进去 对于削弱环境音这件事情 它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仅如此 内部还有绿音防风罩的设计 可以避免喷麦的效果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带什么 防喷布套 它可以直接无套使用 超级方便 OK无套 没错 超级方便 XLR端子输入以及输出的界面 全身金属结构 坚固又耐用 可以把声音收得干净又清晰 另外AT-HM50X 是铁三角经典款监听耳机 受到全世界音乐工作者的好评 我们常常在录音室会看到它的声音 它主打没有音染的纯净感 忠实呈现平直均衡的音乐细节 采用可以提升隔音性的椭圆形耳罩 常直接使用 依然能够舒适监听 有时候剪完节目 我会在录音室拿它来听音乐 顺便自己偷偷唱一下卡拉OK 自己嗨起来 如果想嗨起来的话怎么样 就把这以上两款都搭配起来 你不论是Podcast或声音创作者的CP值 最好的选择 而且现在都有刚好有什么优惠活动 快点去铁三角官网最新消息看看 一起用超新型指向心麦克风 一起 新电芯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罗易 诶罗易 诶 贵智 我们难得到我们 母校附近的地方录影 母校附近很多地方都去过啦 但我也有这个地方 没有来过 从来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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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过啦 你来过喔 因为我们研究所的时候有位老师 在这边工作过 那时候来找过他 原来如此 就是之前来宾 邓正宗老师 他之前在这边工作过 有有有你有说过 因为某一堂课 因为他太忙没有来 他叫我们过来上课 所以那时候进来过 但那之后就没有来过 但今天我们来的身份比较不太一样 但是身份显然不是今天这么大咖 诶 对 因为邓正宗老师是文官 今天这位是 应该说我们今天来总统府 来露营 我们邀请了两位非常大咖的人 柜子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一位是洪森汉委员 另外一位是 賴清德副总统 两位好 好 柜子律师还有刘老师 和森汉委员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但我们今天来 要跟两位 其实聊蛮多东西的 其实要跟两位聊一个 我觉得蛮突兀的话题 对 18岁公民权 对 因为两位年纪蛮大的 显然离18岁有点远的 18岁有点远的 对 不过这样才有趣 对这样才有趣 硬要他们去回复记忆一下 回复一下记忆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 为什么会想要讲18岁公民权这个话题 因为洛毅18岁在干嘛 我18岁哦 那时候18岁高三嘛 高三 那其实那时候 我其实就很有想法 哦 对 我整天都在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 然后觉得将来一定要这个 黄色书刊 很认真的一些政治的书籍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想要当律师 哦真的哦 对那时候对社会议题其实就很有兴趣 是 小时候就很假掰这样子 对 这是18岁的我 但是想要问两位 对 18岁的时候 你们在做什么 对未来的期待又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虽然 年纪已经离开18岁很远 哈哈 表示说我们对18岁这一群年轻人的关心 一直都没有改变 那我现在在回想18岁就是高三嘛 然后前面有一个大学研考 然后当时的环境啊 是还在借源时代 就是其实并没有太多个人 可以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认为18岁的年轻人 特别是在目前自由开放的时代 应该要给更多年轻人 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 参与国家的政策 让他们有机会从事社会的 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关心 18岁公民权的原因 想要追问live一个问题 所以你18岁的时候想到 你将来会从政 会当副总统吗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想要来当医生 对啊因为上网看 据说以前没有从政的规划 完全没有 上网看这些新闻 完全没有 因为这很偶然 我会从政是因为 因为我到台南嘛 到台南去念陈大医学系 然后后来在陈大医院服务 那台南是台湾的民主圣地 然后就接触到许许多多 为民主奋斗的人士 那当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那当时美丽岛事件发生 全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 那我们也去看党外的杂志 然后听党外人士的演讲 所以那时候就对他们非常钦佩 因为他们可以为了国家的前途 然后可以这么样的牺牲奉献 其实是很钦佩 所以我到台南去之后 碰到这些民主运动的人士 或是地方的朋友 他们对台湾的前途 民主的发展都非常关心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奋斗 所以因此才从政 否则的话其实我从小 梦想就是当医生 所以你问我18岁在想什么 我相信我应该想很多 但是最多的应该是 如何当一个好的医生 如何成为一个医生 那生汉呢 因为生汉是从社运圈 进到政治圈的 我18岁的时候 坦白说我觉得 那时候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比现在还酷 多酷 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当 露营 硕西跟攀岩的指导员 真的很酷 凹豆咖 对对对 凹豆咖 那时候我们一年可能要带的 这个梯次啊 可能一年二三十梯 就我像是一个佣兵一样 在东北角的一个露营的场地 然后每天 这一天到晚就带大家去 很多企业啊 很多团体啊 然后带大家攀岩 然后带小朋友去缩席 其实救过蛮多小朋友的 这真的蛮酷的 如果摆在现在的话 就是你的IG帐号 会整天就是po这种照片 然后打卡 人气应该会很旺那种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网红 你是网红 凹豆网红 但后来就发胖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身材 上面看到这个历史的痕迹 刚不敢讲 然后说看不太出来 你现在也看不到这个历史的痕迹 那为什么会往这个社运这个方向走 对啊本来这么酷 对啊 其实有点关系 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就是一直那时候 大概在东北角 其实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一直待在东北角 然后在东北角 就是每天 因为其实是一个蛮安静的日子 然后看着那个小镇 来来去去 其实有点像是开始在做一些 进到一些 不是都会的地方去做田野 所以那跟后来投入到社会运动 其实也有一些关怀上面的关联 然后以至于走到后面这些公共事务 甚至现在在政治工作上面 其实不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还是有一点关系 所以这个酷有延续到现在 但是说实话那时候 想到那时候的日子 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美丽 那我们就问给他尖锐的好了 好 因为感觉大家小时候 就是18岁的时候 就脑袋都还不是很清楚未来 对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想要讨论 把这个国家这么重要的参政权 要放宽到 18岁 对因为刚才听两位来讲 就是18岁其实也没有很清楚 对啊 自己想要干嘛 就脑袋顿顿的啊 对 那国家参政权这么重要的事情 放宽到18好吗 对啊 那洛伊你现在脑袋已经很清楚了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就脑袋很清楚吗 虽然没有 对啊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啦 好 时代不一样了 因为 你看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嘛 嗯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民法就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了 满18岁就有完全行为能力 那换句话说 他要结婚 他要生小孩 都不需要在妈妈同意的嘛 也不需要爸爸同意的 那可以自己做决定 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我们不让他投票 这个也很奇怪吧 啊 但是在以前 好比说我18岁那个年代 我18岁是不能结婚的啊 对不对 是要爸爸妈妈同意啊 所以时代不同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刑法上 两位都是专家嘛 满18岁就要负刑事责任了嘛 如果说有犯错的话 结果你要求18岁的人 有犯错要负行为责任 但是你却不给他投票权 另外一点是更有意思的啦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给18岁公民投票权 结果你可以让他决定国家的大事 你却不让他自己决定要找谁来为自己服务 这个也很奇怪 所以我想说 如果我们这一次的18岁公民权 台湾第一次的宪法修正案复决 公民复决能够通过的话 那就把宪法的规定 刑法的规定 民法的规定 它的标准都拉到18岁 那这样的话也会跟国际同轨 目前全世界没有18岁公民群的 大概10个左右而已 台湾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想我们是应该要跟得上 时代的脚步 其实我说实话我自己觉得 因为这也是我这几年进到政治场合 我自己的观察 有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工作上面 我们要去做很多的决定 其实我说实话很大多数的 蛮多的时间都在处理当下的很多的危机 当下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两年的时候 我有一些事情要去做决定 或想要问一下意见的时候 如果我会想要多了解一些 比较未来性的看法的话 说实话 我有时候会去问那些更年轻的朋友 如果是你们 那你们会怎么想 那他们其实有时候会给一些蛮纯粹的答案 可是确实是比较没有当下的这些包袱的 然后比较有 我觉得是比较有未来性 比较有愿景的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 一个是当然给他们权利 第二个事情是 在我们整个政治的决策里面 其实如果可以把更年轻的人给纳进来 然后让他们比较没有包袱的 去想像更多未来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它是丰富了 我们现在决策的体系 然后比较说认真的 我在副动在这边我也就讲 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决策会有时候会比较短视 我们可能会想的是这几个月 明年或者是这四年 其实如果你跟这些年轻的朋友讨论的话 他们在想的可能是五年十年的问题 它其实是 是把我们其实去做决策该考虑的事情 是拉宽很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至少在我自己 从事政治工作的过程里面 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跟我们解个例子吗 你好奇有没有青年有什么样的答案 是你一问它给你答案 你就觉得 对 我们去年 其实在四大公投的一些讨论的时候 其实 当然那时候四大公投 其实对于 这个执政的团队来说 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在这四大公投里面 其实 有一些题目 到底我要不要这样做 或者是做各种不同的 因为有好几题嘛 而且都是重大的题目 那因为我办公室 常常就是充斥着这些年转 跑在那边跑来跑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 当然就花了一些时间 在问这些 这些年轻的朋友 其实几个公投的题目 当然包括 不只是论述 包括做法 其实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 我至少想确认 是说我们可以看法不一样 可是我想知道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对未来能源的想法是什么 你对藻礁的想法是什么 你对于这些东西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可以在什么地方上 我们能做的事情 能够多把它考虑进来 其实去年四大公投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最多就是 跟这些年轻朋友 在讨论这些事情 我接着 深汉委员的话讲 我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那第一个就是说 18岁的孩子 当他在考虑他结婚 生子 或者是找一个 安生立命之地的时候 距离他18岁 可能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所以他随随便便想他 人生的里程碑 可能都十年二十年之后 但是政治人物多数 我们不能够说全部 多数会考虑到 下一次的选举 就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真的 这个年轻人想的 他自然而然就会想的比较远 他生命的那个 生命的历程 历程是比较长的 生命是比较长一点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大概社会都希望 年轻人能够扛起责任 那社会也应该要关心年轻人 照顾年轻人 但是你不让他表示意见 你怎么知道 关心他们支持他们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让18岁公民权通过的原因 那我记得我在1996年当选国大代表 我们那时候就有修宪 就是民进党在野的力量有提出修宪 1996年就在提这件事情 我当选国大那一次 国大代表时期 那一届 就问洛宇国大代表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其实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本文的规定 国大代表其实要负起修宪跟选总统的责任 可是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因为这件历史名词 那后来国大已经走入历史了 被废掉了 副总统在当国大代表的时候 我们那一届的废掉了 你是末代国大代表 我不是末代 他不是末代 因为末代是特别选出一个任务型的国大 来复决那一次 2005年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 18岁公民权在台湾社会 不是刚拿出来讨论 1996年就在讨论 1996年 因为我当国民大会代表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参与修宪案的表决 那当然就没通过 可能那时候就是刚刚洛宇 或是贵制律师你刚提到的 为什么要给18岁小孩子 给他们选举的投票权 当时是比较保守 所以当时的气氛怎么样 当时的气氛是 民进党在野的力量支持 但执政党认为不已 还不到时候 就像一呆二十几年过去了 所以我是说 这一次非常难逃 在立法院是不分党派大家都同意 因为你要四分之三的委员同意 对 这很困难 你才能够出立法院到让人民覆绝 所以说这一次是机会很难得 没有一个政党反对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 藉由两位的力量 拜托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能够帮忙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意涵 另外一点 你刚刚申案也讲得很好 我也有这样的观察 因为台湾的人口老化 速度非常快 我记得我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国安会有一次来跟我做简报 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大概在2032年 65岁以上长辈的人口比例 就会达到20% 台湾会达到超高龄社会 后来这个趋势有改变 不是变慢 而是变得更快 加速 加速了 2025年65岁以上的长辈 占台湾的人口比例 就会达到20% 在这种状况之下 政府或是立法院 甚至地方的民意机关 或是地方政府 一定会多考虑族群比较多的需求 可是未来的责任是需要年轻人来扛的 应该要有他们的意见 进到政府的决策里面来 这很重要 否则是一个 你要他扛责但没有权力 年龄族群就偏颇的台湾社会 你如果不让年轻人进来 你做的决策必然是跟着偏颇 这对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 确实不利的 对年轻人也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重要的 可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小麻烦的事情 想要问一下两位 既然这件事情 11月就是势在必行 可是现在社会上的讨论的氛围 有点冷 虽然刚刚副总统有讲到 立法院要四分之三通过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前提是他还要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通过 其实票是113个票里面 是109票支持 所以其实是非常得到所有政党都支持的 对 可是现在社会上的讨论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热烈 那大家会觉得就是想要问一下两位说 那是有什么样反对力量吗 还是这个反对力量 其实就是大家对这个议题本身的冷淡 这个就是我们上你们两位节目的原因 我想是没有反对的力量 至少没有公开反对的力量 其实是因为多数人不了解 因为一个重大的政策议题 要让广大的社会大众知道 不是那么容易的 特别是没有冲突的这个案子 所以 没有冲突没有火荒 是啊 反而就没有讨论 因为你们两位就是推动这个法律白话文 我也很认同这样的体面 那你们平常呢 又在专注在言论日游 劳工权益 婚姻贫权 社会福利等等 我也很敬重 所以想说 你们还得到什么十大 没有没有 卓越新闻奖 卓越新闻奖 那个是炎亚伦 希望有一点 至少提名嘛 是不是 所以我想说 我跟深寒就打了你们的主意了 今天必须要坦白 哈哈哈哈 太感谢 但我蛮好奇 会不会是因为 没有反对的力量 反而激不起讨论 是啊 其实有一点 因为现在台湾社会 坦白说有点 就是其实你都要 其实有一些正反的辩论 然后大家会引起关注 所以我确实觉得 现在有一点点 就是说 因为 因为 看起来 各政党都是支持 然后 就那个讨论 就不是 我觉得火花 就不是这么多 但是说实话 如果认真去讨论的话 你会看到 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觉得对于像 你问我说 我现在是一个政治工作者 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深的 我说刚才 不是只是说 给一群人权利的问题而已 它其实对整个 刚才说到整个政治的系统 和政治决策的品质 都会带来很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多半的时候 说实话 场合上面 比较不容易去谈到 这么深刻的事情 今天其实是一个 蛮好的场合 我们 因为最近在选举 所以我在每一场 选举演讲的最后 都会拜托大家 支持18岁公民权 一开始开口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意外 原来有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跟他们解释 说明 结果他们就可以点头 就表示赞同 所以我是说这个议题 社会上是 没有公开反对的声音 多数人如果能够理解 整个事情的原貌 应该也会支持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刚刚我们讨论的 没有反对 没有火花 所以少数人注意 所以要靠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听众朋友 听到之后 能够多多帮忙 可是我有点观察 我其实觉得 也许有一些长辈 我自己的 这是我的观察 他们有些话 也许在心里 但没有讲出来 什么话 比方说 他可能会在想说 到底你年轻人 真的 例如一些宅雕 可以来好好参与 这个决定吗 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真的有这个见识 可以来选一个好的人吗 我觉得也许 真的有一些长辈 心中有这个murmur 所以我说实话 我现在反而 蓝副仲也知道 我们反而希望 你们就把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都讲出来 讲出来 反而大家可以 逃开的讨论 大家可以彼此 互相给想法的意见 现在怕的是 大家其实好像 有心里的 一点小murmur 心里的小疑问 但不讲出来 我觉得反而 比较困难 所以这是我 我去讲一个经验很有意思 其实在推动 这个18岁公民权的 很多年轻人 我说年轻人 我有时候在立法院 被当年轻人 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老的年轻人 你在立法院算 非常年轻人 但我是老的年轻人 其实很多年轻人 他其实在推动的时候 他还是会遇到家长 或者是遇到 有一些 爸爸妈妈 长一辈会觉得 怀疑他们到底 行不行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 也因为这样所以 来找赖副总统 因为 这很好笑 他们就觉得说 因为 爸爸妈妈 不一定听他们的 但爸爸妈妈 会听Live 这个TA不一样 对对 这是一个分工 世代分工 世代合作 那听起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 可以换个方向 我们应该邀请 反对的人来 就是 那去哪里找 对这就很难 也要让反对的声音 如果让大家知道的话 那或许可以激发更多讨论 你现在就不知道 谁反对 因为没有人公开讲 他反对这件事情 对还是两位 帮我们收集一下 赵绍康反对 真的假的 赵绍康反对 他有公开说他反对吗 有 赵绍康的意思是说 如果18岁可以投票 请问这些人 会投国民党吗 如果不会 你们国民党还跟人家 臭热闹什么 就是赵绍康这样 这很难讲吧 对啊 这很难讲吧 他这个站在政党的角度 对 但我一直说 就要站在政党角度 我觉得也不一定 对啊 这个真的难说 找不到去投民众党啊 对啊 对啊 这真的难说 不过有一些民调是显示 像这个壮阔台湾跟 这个什么清明协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发表的民调 是发现 好像支持做公共投票 应该确实偏低 对 这好像有点头痛 因为修宪的门槛非常高 你不仅要支持 而且必须要出来投票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 愿意出来投票的意愿 也是比较偏低的 对啊 我觉得或许我们 这也有趣 就是你问的话 大家都说 大家都支持啊 可是你去做民调的时候 都会偏低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现象 没错 我觉得有时候也许大家 会觉得不是那么切身 我觉得对于不同世代来说 会觉得不是那么切身 但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参考 因为基本上 因为年底是绑整个大选嘛 所以其实很多人 我认为还是会出来投票 只是我们希望他在投 这个不同的地方层级的候选人的时候 他也还是可以 那张票还是要去投 那应该顺便拿票吧 会有人不拿这张票吗 如果单纯只办这场公投的话 参与率应该是很低 对 但是如果顺便投的话 或许 或许 对啊 因为大家还是可以有不拿的权利 对啊 会有人不拿吗 据拿 真的很拿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 录完音之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因为听两位讲完就是 我们要想办法去搜集一下 反对的声音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节目上要跟大家讨论 或许这样可能比较火花 也或许可以帮助这个议题传播 可以那18岁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很难讨论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是16岁 不是14岁 因为会有一个滑坡式的讨论 那为什么一定是18座位 二分的17 这个单位 因为刚刚虽然有提到说 因为賴夫有提到说 民法跟刑法 虽然都以18座位单位 但是在政治上的选择这件事情 它跟所谓的成年 一定要绑在一起吗 还是说因为政治上的权利 随着我们台湾人口老化的关系 其实18岁当然是一个平衡 但会不会要提到更早之前 它才是一个更好的平衡 或是不是国中毕业就可以了 因为国民教育是到国中嘛 我确实也想过 刚刚桂志讲过这个滑坡性的问题 我觉得也许可以分几个层次 就是说 因为在比方说很多政治意见 或者是很多公共议题的咨询上 我们当然我是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我都会想去咨询 16岁甚至14岁 或者是会想问一下 他们的想法跟意见 我觉得都可以参考 但是确实以投票这件事情来说 它毕竟还是 法律上面定义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原本是20岁 那这个被选举的门槛是23岁 那现在大概是降到18岁 至少目前我认为 以后会不会大家就是说 又兴起一股浪潮 说我要降到15岁 这当然我觉得 我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就现在为止的话 当然这个至少就 投票的行为上面是 拉到18岁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是事宜 目前事宜的一个点 这个点 那如果需要更咨询 年轻世代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尽量的来做 包括现在有一些什么 青姿伟啊 儿少啊等等的 这种咨询的系统里面 在各个地方城市都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是 不同城市的做法上面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是一个目前是合一的做法 也有道理的做法 符合现状的一个做法 是 会不会有华波士的讨论 在我看应该机会比较小 也会有 但是我看来机会比较小 为什么是18岁呢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就是台湾是全世界 大概少数十个国家之内 还没有推动这一个政策的 那表示说 全世界有190个国家左右 都已经这样做 那他们势必有做过一些研究 或者为什么是18岁 换句话说 这个事情在全世界 18岁已经定毛了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 那为什么是18岁 不是17岁 不是19岁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 因为18岁 在生理心理上是 已经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 那高三 高中三年级 生理跟心理上 已经是一个 可以讲说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就是说他依赖性上面 比较少 可以独立的 那第二个是 因为台湾我们的法律 很多国家也一样 18岁就要服兵役了 结果你说18岁 脑力智力 体力还不够 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是说 大概公民权定毛 在18岁 这应该是OK 因为全国都这样做 如果站在医学的角度来看 或是站在国家的法律上来看 应该是不会再继续滑下去讨论 赖医师上身了 对 有一个国家是定17岁 哪一个国家 北韩 不过他没有选举 对啦 所以 听起来的 他那个参考价值也没有 也没有特别高 对啊 有选举 有订 没有进行 他有选举 选票也只有一个人可以选 听说这个副总统之前 有跟学生见面 谈论这件事情 是啊 所以我是还蛮 就是蛮钦佩他们的 因为我们刚讨论 因为他们大概都是高中三年级 或是大学一年级 甚至有些已经超过18岁了 他愿意为这个事情来努力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当初他在18岁的时候 其实他在乎很多事情 社会不见得能够知道 他们在乎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18岁 他当时18岁的时候 或是现在许与多都18岁的 孩子他在乎的事情 是远超过我们所谓大人的想象 我蛮好奇的 就是18岁的小朋友 现在到底会在乎什么事情 每一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一个人不一样 不管他在乎什么事情 他在乎的事情 其实社会都应该重视 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正爱护他们 支持他们 肯定他们 培养他们 训练他们 未来国家要交给他们来承担 是吧 对 那我自己想问一个 实心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赖富 其实很常看到你在选举的场合 或者说去年四大公投 其实你都是深入到很多地方 去跟很多的长辈们去做演讲 那你大部分 过去可能讲了很多议题 当然跟那些长辈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比较好奇是说 像这一次 你去跟那些长辈 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跟他们讲 18岁的公民权议题 其实跟他们 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甚至可以我们讲白话一点 根本不关他们的事 对 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你在现场你会讲些什么 让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 其实现在的演讲场 其实是选举的造势场 不完全都是年纪大的人 其实年轻的也有 男女都有 其实现在是这个情势 为什么 因为社会已经走向锅园 不是像以前 比较专制独裁的时代 没有解言的时代 所以要出来听的人 要出来支持的人 多数是男性 多数是年纪比较大 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但现在不是 现在多元的社会 所以很多人 他也有他的想法 他也有他的诉求 他希望他支持的候选人 能够重视 所以其实演讲场上 是还蛮多元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一开始讲的时候 他们会意外 所以他要来支持某某人 那怎么我讲完之后 最后还会再加这一个 可是当他听到 我跟他们说明了 就是我们希望是宪法 民法跟刑法的标准都一致 那也让年轻人能够尽早 让他们的声音被社会听到 可以参与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 他们是很赞成的 他们是很赞成的 那真的社会真的不一样 现在是电脑化 智慧化的时代 对不对 你看 以前我们不能够撞球 今天撞球可以为国争光 对 在付以前打撞球吗 我没有 我刚才想说看你的姿势感觉 好像蛮专业的 然后以前 是不能打电动玩具的 电子也有 教官会抓会记过的 是吧 就现在可以为国争光 而且可以成为一个事业 电动玩具 是吧 所以时代真的变了 然后因为我们从小 受了家乡 我在乡家出生 在乡家长大 所以我们受到的知识 资讯很少 受到的刺激很少 现在不是 现在小孩子就山西 就是从小到大 就接受广阔的 全世界的资讯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受教育的 这个时间的长短来讲的话 那现在的18岁 一定远比我们当时的18岁 要来得长 这真的是 那学临前就在接受了 那我们是练小学在开始 而且是有限制的 选择性的给你什么东西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一个浩瀚的 这个浩瀚的世界 然后全球的接触 年轻人的视野很广 触角也很多 所以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 啊 选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属意的 的这个候选人 来为他自己 或为这个社会服务 我觉得他这个能力是具备的 賴夫你跟学生这样 接触的过程 有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有影响深刻的 当然 盛盛刚刚有分享 就是说 有一个女同学吧 就是他说他 他爸爸就跟他 跟他讲说你18岁 你这个什么前额叶嘛 前额叶都还没有长 都还没有长好 突然讲了个医学名词 前额叶是什么 前额叶就是 前额对对对 前额的 脑袋 因为 脑袋里面 前额里面的那个脑 前额叶 对对对 他代表什么意思 你 那个是他爸讲的是没错啦 18岁这个还没有发育完整 是不是 对对对 上次没有错 不过呢这个地方 其实跟智力无关 那天很好笑 那天就是 那个女生 他就说 他有点 小小说他爸爸就 因为说 你前额叶都还没长好 跟我讲什么18岁公民权 这样子 这前额叶是掌管什么功能吗 情绪 跟情绪看 然后那天现场 Live就现场Google前额叶 跟大家讲说明什么是前额叶 做了一个医学白话文 对 然后 大家想说 没有看到一个副总统 突然拿起手机来Google前额叶 来跟大家说 其实 如果你爸这样跟你讲话 你要怎么回答 确实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蛮经典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在过往的时候 可能三四十年前 我们其实获取知识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你不知道你可能要去图书馆查 或是你根本没办法查 可是现在其实Google就有答案 手机马上又有 所以小朋友他们是很习惯去Google找答案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相较于过去来讲 其实就成熟蛮多了 因为他或许得到答案的速度是很快的 没错 你看我那时候18岁是只有三台而已 三家电视台 好像只有三家还是四家主要的报纸 其他就没了 而且那时候还尚未解研 对啊 那这群是很封闭的 对 现在不是不一样了 现在都在网络时代出生长大 所以18岁我觉得是 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拟定 然后选出适当的人 他们绝对有这个能力 还是有很多的长辈 他会觉得小朋友 没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常常还会是会有一些可能师长 或者是还是会有父母 我觉得我们要帮小朋友做正确的选择 比如说小朋友 你不让他 你不帮他选的话 他都会选一些不营养的东西 他就选炸鸡来吃 对 或者你不让他选的话 他就翘课 他就不上课 所以我们要帮小朋友做正确的选择 就是这种 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大家这种想法 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18岁就可以为国争光了 最近来打U18 对 棒球比赛 拿了季军 对 很多18岁 你看去参加国际新的比赛 奥林匹克 数学比赛 什么物理学比赛 台湾的孩子的表现都很好 所以其实你要举 刚刚贵氏律师所讲的那些例子 不是没举 但是你如果往正面看来讲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例子 所以就是说不要特别去担心 18岁的小孩子会做出不好的决定 因为这是一个集体决策 不是有18岁的孩子单独决定 他们的市场要由谁来做 不是 他只是让整个决定的族群 年龄比例能够更加的均衡 就这样子更丰富 其实我觉得刚刚贵氏讲的这个是 我今天确实听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他说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 就像刚刚赖飞也讲到 其实现在大家接受到资讯的门槛 其实都很低 但坦白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是那个好乐团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我们同个世代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听到那首歌 还是会非常有感觉的 就是你即便 我其实大家觉得资讯取得 而且我也有想法了 但是某个上面的世代 还是会觉得 你就是没有用 你乳臭未干啊 或者是你就听我的支配 前二叶就是没有长好 情绪还不稳 其实蛮多的年轻人 他们还是会心里会有这个 觉得自己在这个处境下面 而觉得无力 我觉得他那个感觉 如果大家去看那首歌的歌 甚至我不知道这节目能够放 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我会把这个歌有给赖富听 赖富在演讲的时候有讲这个歌 那其实他们还是会觉得无力 可是我觉得这是 也许是我们作为政治人物 需要帮忙他的地方 是他们觉得无力的时候 我们要想法让他觉得比较有力量 那也许不一定完全全然 都是能够用说服的方式 但至少应该要去想 是说 对这些年轻人不再只是被长辈 或者自居有经验的人支配 或者是要求你们做什么事情 而是他们本来就有想法 让他们自己的想法 让他们自己的东西可以长出来 然后可以出来冲撞 有不同的想法都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反而是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在做政治工作里面 需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歌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描绘了 现在年轻人的处境 刚才贵司说他们在乎什么 不见得是一个主张 可是我觉得是他们那种处境上面的困难 但想要追问是说 因为像洪委员在立法院 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的立法委员 我之前有查过 我记得40岁以下 好像才五六个而已 然后你是其中之一 那所以你跟年轻人一定比较多的 沟通跟接轨 那像你自己也有 好像也有去参与说 像跟学生去共同接奖这样子 那比较想问是说 你最期待 就是你自己 应该说你自己跟年轻人沟通下的结果 年轻人他们期待看到 谁出来去力挺这个议题 因为现在看到台面上 当然都是政治人物 但是我们也必须坦白讲 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他跟政治人物的连结是比较低的 那你会觉得 你跟他们沟通过程当中 他们会很期待 谁出来力挺这个议题 你就会让他们比较有感 我其实觉得现在 当然他们会希望有更多不跨领域的人 就是也许未来艺文界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某一些在娱乐圈 或者是什么的部分 其实可以出来 因为其实每个人出来 他有不同号召的族群 不同TA 好 那 这是 我不是为了要 我们应该肩负沟通在场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想 我们在一个白板上面去 讨论这个策略的时候 确实那时候在想说 那如果对于 比较年长者 的话 那是谁出来 会比较有 号召力 那时候 他说 賴夫总 就是希望 因为他们觉得 很多年长者其实 就是賴夫总 在讲的话里面 对他们的那个 说服力是高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 最希望谁 而是怎么能够把 这个不同的TA 不同的社群 能够对应到的 KOL 或者是 比较有 发言声量的人 我们都能够在 最后的这一个月 能够把它给找到 然后 我觉得能够达到的范围 会比较广 而不是在 只是少数的人 用力讲 越讲越大声 如果就整个的 传播的效应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 是兼顾广度的 对 刚刚你讲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在跟年轻人 讨论的时候 他们的确也有想到 就是说 是不是要针对 不同的族群 邀请不同代表性的人 出来支持 或者出来帮忙讲话 效果会比较好 结果我是不知道 你们相不相信 又有年轻人说 要我上你们的节目 认真 真假的 我就说你看 你们好到自己都不相信 害羞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 那时候确实 那时候大家就希望说 賴副总统可以多去到一些 不同的 就虽然讲的都是賴副总统 但是可以在不同的通路 不同的讯息的部分 来去讲 对 因为可能吧 因为 我们年轻人比较 听你们的节目 你们如果去调查 我相信 对啦 但也有 就是蛮多是60岁以上 也有一些 有吗 你们现在有60岁的听众吗 真的有 我家邻居 而且我家邻居跟他妈都有听 你逼他们的吗 没有 那个邻居60岁以上 他妈应该有80岁 然后他跟他说 他会跟他妈一起听 听我们节目 我觉得蛮感人的 那个听众比是这样子 欸 我一点点不知道有什么在说 大概是3 就是50到60没有 那60以上 不知道什么3 就最后出现一点极端 对对极端在上面 证明台湾的社会很温暖 很温暖 比方说他们其实还是愿意听些 就是比较 关心年轻人 对对对 关心年轻人 也愿意听些比较硬的一点议题 应该也是表示你很乖 从小很乖 我还好 他很不乖 我很不乖 我很不乖 真的吗 因为刚才一起讲18岁 其实我18岁的时候 虽然刚才有重新分享 就是说就是 虽然那时候已经 但已经解研了 但我觉得其实学校很多的 就是规定其实还是蛮威权的 所以我都会在学校里面贴一些东西 贴大字报 对啊然后 你贴大字报 我会把一些文章印下来 然后贴在教室的布告栏 就是反核酸 反核酸 应该说那时候我还是反对一些学校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啦 所以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乖的人啦 对啊尤其是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 还有什么法禁化禁啊 我就因为整天在反抗的关系 后来都被寄过 所以你就干脆李光头 这个是最近 哈哈哈哈 这是最 这是一两年的事情 发现光头 是这样吗 没有发现光头 比较帅才开始李光头 那李光头 所以他要去当替代艺 对对对对 以前要求 因为以前都要求 就是要剪平头 之前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所以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乖的人啦 对 我现在看起来还蛮乖的 哈哈哈哈 在你面前而已啦 哈哈哈哈 我们如果再熟一点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说从你的头发来看还蛮乖的 哈哈哈哈 刚好赖富跟这个洪委员有一个影片 最近刚好上架一个影片 然后里面有提到一个口号叫做 他们在乎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对 我们是不是先请洪委员 洪委员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口号他想要 这句话 他们在乎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他想要讲什么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这段时间 当然 我们看到其实也蛮多政治人物出来 那表达 力挺18岁公民权 那但是 后来也是跟赖富和赖富的团队在 大家在思考说 那我们应该从什么的角度 有没有还没有一样不同的角度 来去表达 或让这事情的意义可以再更深更广 所以后来 其实大家在这个影片上面可以看到 反而比较是希望从这些18岁或年轻人的角度 来 就像我们刚才说 来谈他们的想法 跟他们的处境 所以在那个影片上面 你会看到 其实确实是年轻人他会觉得 里面有一句话说 不要因为性别 而影响你这个梦想 看到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里面有一个男生 他是在做这个指甲的彩绘 对 那不需要 所以他们其实对性别的东西是有感的 对于 比方说动保的问题 对环境的问题 甚至 我们现在在讲说要守护民主 我们希望能够去 去保护 我们的国家 其实他们也是有感的 那 其实这是他们很多 从他们现在的角度出发的事情 所以你仔细跟他们谈了以后 我们后来都发现 你没有办法用 只是单纯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 或甚至是 我觉得没有办法用 赖富总的自己生命经验 去投射在他们身上 你必须好好听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好好听他们到底 现在在乎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记得几次下来 聊下来以后 真的发现 就是那句话 他们在乎的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都 还要来得多 有些都 都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反而 后来发现 就是这句话 是我们要支持18岁公民权 或是让这些 可能过去 比较会被忽略的声音 有能力 有条件可以发生 我觉得这句话 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跟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这是在这个影片上面 希望很清楚的 很清晰的 能够把它给表现出来 这句话 我的感受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爱他 支持他 就应该要由他自己来表达 其实简单的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们重复讲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他们有能力决定 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也有热忱 还有判断力 还有跟他们的责任感 去关心社会的 其实他们应该有了 所以以其我们关心他 爱他 不如由他自己来表达 我蛮有一点 就想追问是说 像赖富从 毕竟从 争取过戒严时期到现在 你自己看像年轻人 从过往的威权时期到现在 包括像刚刚影片里面讲的 有男生在帮做指甲油这件事情 对过去来讲应该是很难的想像 对 所以从过往到现在 你看过就是一直这样实在 这样子的改变 所以你自己对年轻人这个想像 你自己的想法就是觉得 因为其实就是比我们想像中更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规划 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声音去做发声 我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个人讲一段话 他讲的话是什么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 类似 因为原文我已经忘了 他的精神上讲的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 怎样不像话 他比如说 没有责任感 也不认真努力 如果说他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那这个世界会完蛋了 讲这句话是谁你知道吗 赵少康 没有了 哈哈哈 是苏格拉底 哦 苏格拉底 两三千年前 两三千年前 两千年前 对就是说每一代的人 都会对这一代的 或是下一代的年轻人 有一些期许 或是有一些批评 但是我们再从回头来看历史 其实一代比一代表现要来得好 否则这个世界不会进步 反正世界是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担心 下一代的年轻人 是不是会把事情做好 甚至对于他们有一些生活方式 我们不是很认同 提出批评 在我看来是必然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 连苏格拉底都在批评了 但是几千年的你看 时代越来越好 世界越来越进步 这是表示每一代的年轻人 都没有让上一代人失望 表现都比上一代人更好 所以我们应该对下一代人有信心 放心支持他们 听他们的声音 这个也是肯定他们 让他们及早能够承担 未来变化万千的世界 其实赖副讲这个 我很有感 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 因为苏格拉底被流放 不是 不是 开玩笑 因为觉得苏格拉底讲这件事情 就很符合从小生长到大的经验 因为好比说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老师都会说 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样 社团的学长学 就说现在年轻人怎么样 就学弟妹都不好 对然后我开始长大之后 我听到我身旁的人会跟我讲说 你看现在年轻人怎么样 我想说没有啊 就 就是 就是 老师都喜欢说现在是草莓族 对 我小时候流行草莓族 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流行这句话 对所以我也觉得 现在不知道流不流行这个 现在没有人讲草莓族了 哇现在这个是过时的 现在是不是在讲躺平族 现在躺平族 现在躺平族 现在是躺平 就我会觉得 就所谓的现代年轻人这件事情 那就只是一个 上一个世代不习惯下一个世代 逃避的一个借口 对就是 就是要看不惯你 对我不习惯你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就说 啊现在年轻人怎么样 但其实 说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代不如一代 我自己觉得 郭台铭就是说 怎么现在的年轻人都想要开咖啡厅 对对对对 就会有这种 我现在年轻人尿都是白的 对他说要 他说要是黄的才正常的 对对 尿如果没有黄的话 还可以再操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不公平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世代的一些问题跟课题 有每个世代不同的发展跟想象 因为其实他这个反映了他 他那一代人的辛苦 坦白讲 自然而然会期待下一代的人 也跟他 一样刻苦 一样刻苦 一样耐劳 我们可以理解他讲这段话的 脉络 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时代在进步 因为每一个世代 他受到的教育 受到的训练 比上一代丰富太多了 上一代可能要做八个小时才有饭吃 好像我爸那一代 那我们这一代不一定要 对 对 因为科技进步 谋生的方法多了 所以 其实是 一代会比一代好 一代会比一代好 所以 需要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思维 需要改变思维 才有办法去 改变这个世代跟世代之间的差别 我也有这么多的 不必要的九分 世代差异 世代差异 Generation Gap 我们再来讲一个非常有灵场感的 好 以前如果你们这样子广播的话 你们就被抓走了 你们算地下电台啊 对 肯定被抓 肯定被抓 现在是你们受欢迎的啊 以前的话大家就 还得到新闻奖 对 以前的话就叛乱罪嘛 刑法一百条处理 真的啊 把自己讲一下 就越来越伟大 所以你发现在偷捧自己 我有发现 所以我是说真的时代真的变了 多远了啦 那你说你要主持电台 主持podcast 不用满18岁 对啊 如果你有创意 你15岁16岁你也可以做啊 现在很多 很多小朋友都在做YouTube啊 是啊 你看他十几岁他就在赚钱啊 他要创自己的品牌啊 还可以设计自己的服饰啊 鞋子 啪啦啪啦啪啦 你看在网路上看到一大堆嘛 从很简单的line贴图就开始卖起 是啊 是啊 其实以前可能甚至再早一点的时候 其实18岁的人也会开始负担佳绩啊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过去可能很多18岁 但他其实大家都会想他负担佳绩 也许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年纪不见得 他都是负担佳绩 可是对于很多公共的议题 对于很多政策 对于很多这个大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你想要分担佳绩 我分享我们台南的一个经验 我们16岁就做成人礼 16岁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时代台南五条岗 就是对外通商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五条岗 对 那就有很多同工 你满16岁的时候 那你就是领成人礼的薪資啦 你没有满16岁你就领半薪啦 所以每一个家父啊 他的孩子如果满16岁的话 表示他下个月他就可以领全薪 所以通常家里都会祝贺 拜这个欺牛骂 祝贺说我们的孩子已经满16岁了 16岁以前就是祈求欺牛骂保佑他健康平安嘛 那现在16岁了他已经成人了 那未来他可以领全薪了 所以16岁就可以工作了耶 独当一面 在台湾华律16岁就可以上班领薪水 18岁你就要去当兵啦 服这个宪法的兵役的义务啦 所以18岁让他有投票权 我觉得是OK啦 真的OK啦 我觉得赖富最后在结尾这边留一个伏笔 其实他觉得16岁其实 我刚刚跟你讲没有滑坡讨论 因为这个已经被钉锚了 世界钉锚 钉锚在18岁了 刚刚只是分享一下 我们不要像北韩17岁就可以了 跟16岁前而言 没有乱讲 对我乱讲 对我乱讲 我就OK啦 因为18岁公民权这个议题 我觉得他是需要更多人知道 对 需要更多人讨论 既然都要去投票了 对啊 而且问题不是大家反对 是大家不知道 对 因为这好几集节目做下来 然后法白的社群贴文 其实最大问题就是 发现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对 真的吗 你们的社群里面都没有很少人知道吗 就是反应没有那么热烈 反应跟去年的公投比起来相对冷淡 对相对冷淡 还有一个是什么 公投榜大选 对 去年的公投讨论很热烈 因为双方的那个意见很很很很很 很交锋 对交锋 对 然后很多人会去辩论 觉得那个思辨是有趣的 对 但今天这个议题好像大家觉得 没什么要讨论的 对 就知道的人就觉得那就 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对不过 那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 嗯 所以变成今年是要想办法 让大家都知道 对 那今天这一集的话我觉得 讨论也很有意思 对 其实也让大家可以讨论看看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 甚至我觉得听奈夫跟宏委员讲 其实更多更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背后代表的象征的意义 我们这个社会 他会怎么样看待年轻人这件事情 他会从这个修宪来做彻底的展开 为什么要把权力往下 对 给到18岁的人 就是让他们做决定 没事给人家权力干嘛 对 就是让人家有权力 那他就会负担责任 那拥有责任的话 让他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没错 他们是有用的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对 我们希望他们是 好乐团讲的那个 他们是有用的年轻人 不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没错 对 那我们知道他们在乎的事情 是 也是我们在乎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谢谢两位 对 谢谢副总统 谢谢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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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